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弹子肉 这个我们弹子肉啊 它的历史比较悠久 是应该追寻到 一千多年以前到西汉 弹子肉作为地道的农家菜 在安岳这片土地上 已流传千年 作为农村生产生活遗产 它一直是农家招待贵客的 一道硬菜 炒 蒸 炸 做汤 从田间 地头 到高档酒店 都可以寻到 弹子肉的踪迹 这我们的弹子肉 经过铺子以后发酵 它肥而不利 顺义香可口 这就是安岳人民 人间人爱的弹子肉 作为一道 藏在弹子里 传承千年的美食 那么它又是这个诞生的呢 里面又有那些传承故事 今天我就带大家 一起来探寻一下 二十年前 张三娘开了安岳第一家 坛子肉专卖店 因为味道正宗 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许多人慕名而来购买 我呢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他喜欢做坛子肉 而且他做的坛子肉很正宗 味道很好 他又是安岳先生的特技厨师 所以他红白两岸他都会 所以我们就跟他学 说他也教 教到后来 我们自己也会 慢慢慢慢都会煮了 张三娘家的坛子肉 究竟有何与众不同 如此美味的坛子肉 又是如何制作而成的 办事学义实在必行 此日一早 陪张三娘菜市场买肉 开启了我学义的第一步 这个三娘 我要是你们煮坛子肉 选就这种肉呢 这种肉它是粮食煮肉 它那个皮厚 肥肉摸起是粘粘的 它这个煮起出来的品质叫好些 它是哪个部位的肉呢 这个是 就是那个中方的那条肉 中方的条肉是吧 这是还是有讲究的 对 根据坛子大小和个人习惯切成 大小均等的方块 仔细地清洗 再加以适量的食盐马味 两天的腌制 晾干 让盐充分地浸入肉中 便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序 用大火将油烧滚 并且火候的掌握是关键 将肉炸至金融肉皮发泡 肉脱水之后便可以起锅冷却 现在炸好之后 这个工序就是要装坛了是不是 对 装坛有什么秘密吗 有是 要用上好的大厨菜 最好的原汁出来的大厨菜 垫底 把香味融入肉里面去 就是大厨的味道或者寒橙的味道 融入肉香里头去了 对 那这个 你这个粉粉是干啥子的 这个是炸肉的 炸肉的啊 是炸个炸的 就这样子 哦 这样炸个 这里的粉粉有啥子呢 这个是有大米嘛 炒香炒香的嘛 哦 米粉啊 有黄豆粉 黄豆粉 也加了一点爆米粉 爆米粉 还有辣椒粉 还有呢 还有就不说了 把我们的蜜蜜都透露完了 对 放屁 张三娘的独门绝技 带来了坛子肉的精妙口感 而炸好的五花肉麻粉 一层咸菜一层肉 装入坛中 半年蜜蜂扎叫 则是成就美味的点睛之笔 时间的洗礼 让产生的乳酸菌 让肉与菜相互融合 使得坛子肉闻起来 香味扑鼻 吃起来 咸淡适中 外酥里嫩 香末适口 手艺随时间的流逝 历久弥珍 如今 六十五岁的张三娘 已经逐步把坛子肉 制作记忆 传承给了自己的侄女 我来跟当我们三年 说坛子肉已经三年多了 作为新一代 坛子肉记忆传承人 陈娟已不满足于 传统的当街售卖方式 她希望通过网络 让更多的人 能够品尝到 安悦坛子肉 所以今天我也设计了 我们行李包装 然后 我就是 我们张三娘的坛子 希望给某人的西方 有人说这个时代 好久也怕巷子深 陈娟已逐渐意识到 产品与品牌 销售与推广的重要性 和关联性 如何打开市场 什么样的路子 能让安悦坛子肉 为更多的人 所认识和喜爱呢 同为安悦人的父亲华 也许能给到张三娘和陈娟 一些启发和思考 有理事 有文化 但是啊 就是缺少一个拼牌 父亲华 致力于 坛子肉工厂化的标准生产 将传统工艺 与现代技艺相结合 她一直思考着 实践者 为推广探索 2012年 我们主策了公司 2014年 我们于成都大售 开展传统工艺 新技术的 引用与研究 经过一年的时间 参与科研的人员 从自然发酵的腌肉中 分离肉品发醇菌株 形成肉制品 复合发酵系制备技术 开发出醇香可口 肥而不腻的 新一代 普州弹子肉 并在2015年 成功申报了一种 弹子肉制作工艺 发明专令 相处今 不管是在商场 潮市 包括在网络上 都能看到 男肉弹子肉的 说明了 我们男肉弹子肉 里面有一位 一顿香飘死汗 任任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